為例達出席人數 宣讀第113次會議 經過 宣讀第1 三次会议记录 报告案 案1 107年度公有文化资产补助案 补助经费办理请行报告案 结论 同意备偿 案2 免费单入日之时其下水道勾取保存 其工程挖掘花线地下成小时处理原格报告案 结论 同意备偿 案3 直辖设定补机台湾水道水源地一堂 新建工程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 结论 1 直辖市令补机台湾水道水源地新建工程案 中正区公管配水池感染进 共共多目标综合大红 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 有破坏补机制完整 遮在其外包后组设计分来谈到至于容易备查 2 请开发单位依后续审查通过制服机监测举保护计划执行 3 本工程地下开发期间请进行考古离址监监盖 若发建疑似考古离址时 请医文化资产保存法第57条规定办理 案4 列车最终建物 重庆北路2段75 77 81 97 项 8 号 太原路133项10 12 14号 环宁街22号 26号 绍安街242号 长沙街2段180 182号 及环和南路一段155项1 3号解除列册报告案 结论同意备查 审议案1 信义区国附经验管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 结论 本案经纬的综合讨论后 令和出席委员的制度与指令如下 1 同意指定国附经验管为局下施定普及 公报事项有关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部分 1 国附经验管落成1972年 7位经验中国近代史之重要人物孙中山 孙中山为亚洲地区 推动创立民主共和国之先驱 其民主思想亦对亚洲及华人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国附纪念馆内设置孙中山同下 并成练习革命史基基 隐藏相关学术研究资料 为推广孙中山理念及毕生贡献之重要场域 2 国附纪念馆为台湾光复后居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 由国内中央至现代主义建筑师文大宏所设计 其建筑整体平面和其四周回廊 屋顶飞檐正能入口处 屋檐起俏的形式特色 形塑出现代主义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精神之风格 为二战后台湾现代建筑师发展过程之经典作品 建筑形貌与屋户外广场之整体环境景观 已成为台北市重要之城市空间视觉意向 3 国附纪念馆内之大会堂 曾多次举行国内重要视觉表演艺术奖项 金马奖 金钟奖 金曲奖 值班奖活动 并长期提供国内外艺术团体作为室内表演场地 为民众参与艺文活动之重要场域 4 符合古基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第二条 第一项第123款指定基准 其于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 2 本案一致文化资产保存法 古基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办理后续事宜 3 有关国附纪念馆定着土地所在揭坡藏友相关工程 会避免遮立古基本体 将透过都市设计管制方式规范 2 中正区台大法学院图书馆 请问是文化资产价值神移案 结论 本案经委人综合讨论后并由出席委员一致同意决议如下 1 同意扩大直辖市地古基台大法学院范围 并补充种类指定理由及其法律依据 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 2 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普基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办理后续事宜 案3 市民故宫一文服务中心地定地文化资产价值神移案 结论 本案纳入故宫本体区域筹组文化资产专案小组进行整体性讨论 案4 历史建筑铁路局北戴县原山站宿舍修复及再利用修正计划审查案 结论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并由出席委员一致同意决议如下 本案审查通过 案5 北戴区域筑铁路93号文化资产价值神移案 结论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并由出席委员一致同意决议如下 1 同意登陆北戴区域筑铁路93号为历史建筑 公告事项请委员参阅 2 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 登陆废止审查及组组办法办理后续事宜 3 委员就本案后续载利用所提建议事项 请管理单位参桌办理 案6 直辖市定补机规随接文盟楼修复载利用计划审查案 则论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并由出席委员一致同意决议如下 原则同意直辖市定补机规随接文盟楼修复载利用计划 为就日日春协会所提建议事项 仍请所有人及其委托制建筑师事务所纳入考量 并予以调整补充后 再行提送文化值确认 以上会议记录行委员确认 我们建议暗一的理由 第七月的第三 因为中国的台湾的现在就不行 往三年代就不开发 所以我建议把二战后 第三个 再结议 这样按一页 第三页 三页的那边 过去我们很少 很少在定谷记的时候 把这个第三个写上去 那因为写上去又写的是 设计管制方式 有点 有点是让发展局审查 按照我们的事情记者 第二十二条 包括 应该包括 信所主义的接拨 还有相名的接拨 不是只有所在接拨 所以要写的话 都要根据第二十二条 事情记得第二十二条 说明清楚 但不完全都是设计准 都是设计准 那看绝对要不要写 过去我们刚才写这一条 那如果要写 就要在这个列子 二十二条 再把它写清楚 但不会是设计准 设计准 那我们先写这一条 画了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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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為什麼要刪除 就是因為反正 反正都有 反正不保險 原來法定就有 你都主張刪除了 為什麼幾乎要放進去 我們這幕僚單位在搞什麼東西 你自己在那邊刪賴 幕僚單位是有責任的 你讓委員這樣的專業的批評的話 我們自己不做檢討 那幕僚單位不負責 如果你都認為不該寫 為什麼這邊要 放進去呢 講啊 我們一直講說委員會 是要一個委員制 是一個專業審查 幕僚要是絕對的一個責任 我還主張每一個案子 都要把你的政策主張 寫出來 那你這邊做了紀錄 那邊自己翻自己的案子 你講什麼東西啊 你要外界怎麼會去服氣的 火源怎麼會信服我們幕僚單位的作業的 講不生氣的 好吧 民主長 怎麼做 因為這個 討論的過程 大部分那一天 都是針對本體的部分的討論 那一個是伊伊老師的建議是 如果有寫的話 以前是都沒寫 但如果要寫 老師的建議是加 放入細則的22條 那就看老師們如果說 以往裡都不寫 看我們還是 是不是同意 林老師這邊 我們是跟以往裡一樣 跟本案無關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寫 還是因為那邊有所討論的話 我們用寫 但現在有所討論 用細則22條 也放進去 林老師 還是覺得 一定是比較好 因為這一款之後 我們就存在 那我記得是 劉毅昌委員 他這個風附國小 這個事情 到底要不要含這件事情 好 那因為定爪已經沒有那麼大 不含那個風附國小 所以中間的這些 主持法三十條相關的規定 是細則22條 那這個本來就有法定規定 那不管怎麼樣 要做這個事情 本來就依法可以做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丟 主席 那你今天就 先到現在 一個修正 好 好了 現在還沒修正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修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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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明 本案 依據文治法第3四條 辦理 本案是 都市包產局委託 台北國際建築師事務所規劃 一個 台北載電倉庫庫基地公宅的新建工程 但他為市令古蹟 南港台電倉庫庫 考驗藝屬同一個結果 並且 因此 台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依文治法三十條解 送報告 獲取辦理審查 本局於107年11月2日邀請委員辦理審查會議後 請押待會議委意見修正 再提送本案資料修正版跟審查意見到局裡頭 那再通過後再續送本委員會進行報告 那 建築師事務所移於107年12月13日的簡送 受正版跟對照表 或局辦理覆審 那本局12月19號還請審查委員辦理書審 審查結論 略理綜合委員意見及評估 本案並沒有破壞補機制完整 且未有遮蔽補機外報或阻塞其官場通道之律 無違文治法第3四條規定 請委員依委意見修正之後送本局 那再提送本委會報告 那檢幕本案文化資產保障版 第3四條的報告書 請委員參著桌面上報告書的內容 那這是本案的地形地基圖 紅色線部分是本案的那個 新建工程的基地範圍 那藍線部分則是本次的這個案子的那個 地基地號 本案的基地位置跟古基定桌範圍的直面圖 跟這個古基的現況照片 請委員參著 本頁是這個視覺模擬圖 從這個往西 往西庫的位置 那在報告書的第19頁 請委員參考 本張圖是站在西庫的東側往東望 N1N2庫 那在報告書的第20頁 本張是從西庫的後側往東望 交貨台積房的模擬圖形成 本張是從西庫北側往南 看這個新建工程的模擬 跟司令古基的相對位置 而本張是從北側入口望南 看這個視令古基 尤其是西庫跟N1N2庫 跟這個新建大樓的一個視覺模擬 那本張是從西北側的入口處 往西庫方向東南方望去的古基 跟我們新建工程的一個視覺模擬圖 然後請委員參考 報告書第24頁 你辦 一 直下施定古基南港台穿倉庫旁 公共住宅工程 未有文字法第三四條 鎖裂有破壞古基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官藍通告之余 你請同意備查 二 請開發單位續送古基監測 及保護計畫與本局審查 後續並距離執行 三 本案一 結論辦後續 主要 合同後面的問題 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 有審查 但是我現在覺得 剛剛我也沒有想清楚 就是這本的B件 應該吧 B件不是建律師本人的案子 我們在B7案子B件這邊 跟差不多未來的建律師 不然建律師做的設計 還要不要再審查一次 我們當然這個原則是可以通過 將來PG的每天要求 但是建律師的設計 是不在PG的 可以完全轉得到 所以將來建律設計再完成的時候 我們來不在建律師 所以這一次 我不曉得這個原則也沒有寫得很好 過去也沒發生了 我才這麼講 我們要把建律設計 建律師做完設計之後 設計到可能它被規範的B7案子 是完全佔不曉的 所以外觀形式絕對不可能跟這件事一樣 請開箱 我們把剛剛那個利益圖看起來不對 這張圖 我們覺得它這個只是一個構想 這個模擬 到底以後是不是這樣設計 會有建律師剛剛比到 也有原理講 會改變 所以這個在這個案子裡 我們並不是合計這個圖 而是要合計它到底要做哪些東西 比方說它對於色彩 它色彩似乎會搶過 搶過我們的補充的東西 第二個 如果它這個以後設計是一個後陽台 那你會在那邊掛了一塊七八糟的 帶來一些補充 我們能不能夠剋款式 所以我今天 我想是不是今天我們能夠審定的話 只是它一個原則 真正的話要進入到設計的話 這算是一組的個人大法 還是應該做什麼 送來做什麼 還是要 就是委員會還是要審 幕僚單位跟主席還有委員報告 剛剛老師提的應該比較偏 文資法三十八條 它本來就是屬於發展局的審 我們三十四條是有沒有遮蔽 已經沒有遮蔽了 所以才送到大會來確認 所以應該兩個不同法律 還是由他的特別主管機關來審 那我們也跟委員主席做說明 但如果有特別的辦書 我們也同意在審 那委員謝謝 講好不好 就是說 我們趙波委員的綜合來看 原則還是給他通過 那後續建築師在做相關設計的時候 如果說大家可能有一些疑慮的話 我們原則上還是照剛才講的 遵照文資法處高的一個精神 那麼沒有遮蔽這些大原則 那但是相關的這些 有可能的一個破換破改的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個建議 在送相關機關在做這個確定的時候 那這些比如說要送這個委員來做這樣的英文 初步的程式可以提供我們相關機關來做正式的參考 這樣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請問一下 那個 那個 34條 按照我過去在 民資局的他們特別研議這條法令的時候 不是各位關心開箱有34條 除了不得遮蓋其外貿 還有阻塞其管染之通道以外 前面還不然說 不得破壞儲化資產的這些完整性 應該還有這一條 所以後面的剛剛提的那個22條 事情其實22條 還會再去管制呢 定著土地的所在的接骨 還有相名對接的接骨 這些範圍 所以那一條22條是呼應34條 所以也包括了應該這麼講 就是那個完整性 就是背景等等那些都會包括 所以我們這個除了前面這些位置 還有後面這些位置 都涉及到這個事情 要補充一下 大概我知道的 中央的那個 這一條的研究大概是這個意思 他們在以前研究過 那時候不叫34條 他們現在最近好像重新再重新 對這個34條再重新做研究了 後來再修法之後 才會把施行細則22條再加進來 但是會再怎麼修我現在不曉得了 跟那個吳老師說明 34條施行細則到現在是還沒有確認的 就是中央無法治下的執法 那我們自己有寫了一個作業違定 就是因為中央沒有確認之前 是依照我們自己的作業規定 其實我們有依照這個作業規定 來審核過 所以相關的內容 如果老師愛爾的意義的話 可以提供上次的那個代理老師參考 那都有檢討過 所以才會送到大會上做報告 我支持那個復作的講話 因為所謂完整性這個是漫無標的完整性 所以關於格林建築物的配置高度造型色彩風格 它在38條是有的 所以應該是用38條都審去控制它 我們這個24條是沒有管到那麼多 有三個類 好 其他委員還沒有請到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還是無水利多位委員對未來的關心 就是保護文字還是我們最大的精神 但是就是說照現在的程序 文字就這個原則上沒有破壞的精神 還確認以後 未來在都審相關規定中間的時候 如果大家認為有必要 我們請文化區把它做一個列管 所以說送這個相關單位再做審查 然後細部的這些圖書給提供 我們關心委員會做這樣的一個確認跟提供提供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這樣說 結論 如果我們再來 案2 直下市政府記者 台灣銀行舊宿舍行進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規定報告案 放請攻劍雙離 本來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辦理 北投台灣銀行舊宿舍 於87年3月25日 公告指定為設定古蹟 立元建設公司 辦理北投區清明段四小段213-7等 獨比地號土地支集合駐宅大龍新建工程案 因明鏡本古蹟 以文字法相關規定 在公司委託建築師事務所提供計畫作局審查 本局於1071年9月20日 邀請文資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 已經審查未有文資法第三四條所列情形之餘 後續由本局安排至文資會審查報告 建築師事務所於107年11月14日 提送修正後 從報告手至本局 原則同意續送文資會 監測計畫部分修正後不審 請委員參考首編第三四條報告書 本案基地地極圖 紅方處為古蹟坐落古地 藍方處為新建工程坐落古地 本案空照圖 委員可以同時參照報告書第7頁 由古蹟南側等觀覽模擬圖 委員可以參照報告書第29頁 溫泉路西側等模擬圖 請委員參照報告書第30頁 溫泉路東側模擬圖 請委員參照報告書第31頁 你辦 直轄市定古蹟 北投台灣銀行救助社 旁興建工程 北投區新銀鑽4小段213-7等 無比大土地 為有文化自財保存法第34條 所列有破壞古蹟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攬其觀覽通道之余 你請同意備查 二 請開發單位續一審查會意見 修正古蹟監測及保護計畫 與本局審查 後續並聚以執行 三 本案一結任辦理後續 有其他作品嗎 沒有案子委員的意見 沒有案子委員的意見 沒有案子委員工作 不太該 案一 直轄市定古蹟關於查討 古蹟定局局局範圍審議案提行審議 請請請請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 古蹟執運及廢止審查犯法第5條案 本局是在102年2月26日公告 觀音禪堂為直轄市地土地 那古蹟定所土地為中正區中正段 一小段440-6地號部分 保存範圍為觀音禪堂本體 不含後期增建 那台北市建成地震事務所 是在105年9月22日的時候 辦理的土地分割登記 那原本的440-6地號分割新增出 440-37地號 那所有全人呢 財管法人 台北市東和禪市 在105年10月5日 就向本局提送的申請書 那妙報市表示 經他們查詢75年的航照圖 分割新增的440-37地號土地是空地 那現存的地上物是後期新增的建物 不是觀音禪堂本體的一部分 所以請我們同意註銷440-37 等本上面所註記的古蹟這個登載的部分 那為了確認古蹟保存的範圍 本局在105年12月8日 邀集了文資委員召開了一個保存範圍確認的會堂 結論是本案是否申請註銷中正段 一小段440-37地號古蹟的登載 要先請東和禪市內部進行溝通後 在韓府本局 那經過廟方他們確認之後呢 在105年12月9日有再向本局提送申請書 經廟方召開董事會討論 會議他們決定主張 能決定主張要註銷440-37上面所登載的古蹟部分 那原此本局在106年1月的時候 邀集了文資委員召開了本案的第一次專業小組會談 結論是本案會談經與會委員一致認為 440-37地號不宜遷出古蹟定著的土地範圍 另考量古蹟的完整性 因考慮古蹟周邊其他土地納入的可能性 那第二點 因周邊土地涉及不同的所有權 本案將由本局再次照該專案小組會談 邀集周邊的土地所有權人與會後延商 本局在106年3月22日召開了本案的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談 那結論有三點 第一點本案是因基地的所有權人 他自行辦理的土地分割 將原本古蹟定著的土地440-6地號分割出新增的440-371地土地 那考量古蹟的完整性 建議這個440-37地號人因署本案古蹟定著的土地範圍 第二點考量古蹟保存的完整性 古蹟定著土地範圍可考量力擴大 本案專案小組會談一件後續提送大會審議 第三點 古蹟西側目前是台大管有的土地 未來的開發因依文資法及送文資審議及都市設計審議 那107年9月27日我們再次辦理了會談 那在這個會談上我們討論了兩個發展 那結論第一點是有關石霞市令古基關因殘堂座落的土地 那本次會看的委員討論出兩個建議方案 一個是納入西側的440-311地號 一個第二個方案是不納入 那看這張圖的話 方案一跟方案二主要是差別在是否納入440-311地號 那440-311地號是台大所管有的 眾上本案古基座落的土地範圍是否納入440-311地號 提前本委員會審議 那補充資料有105年、107年的回刊照片 還有前面所提到的土地登記及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那這個是地及地形圖 那原本這個這是現有的440-6及440-37地號 那他原本都是440-6地號 這是分割後的結果 這張是土地產權的分布圖 咖啡色的部分是關因殘堂 黑色的線是關因殘堂 那他的咖啡色的部分是東河殘市所有 那粉紅色的部分是國殘署所有 那粉紅色跟咖啡色共有的是 東河殘市還有國殘署共有的440-14地號 紫色的部分是臺大管有 綠色的部分是臺北市不少年發展處管有 那邊邊黃色的部分則是私有 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方案1和方案2 兩個差別就差別在440-311地號 這是105年會刊的照片 地極分割線沿後墊墊建建物牆面的劃分 那這是107年9月區的會刊照片 關因殘堂前方440-31現為評測場 原本公報的資料 關因殘堂地址中正區仁愛入1段21-33地號 座落中正區中正段1小段440-31地號部分 建物是建物及建物面積中正段1小段1312建號 面積為471.62平方公尺 種類為寺廟 土地及建物的所有權人是財團法人 臺北市東河禪市 管理單位也是財團法人臺北市東河禪市 土地使用分區是第三種住宅區 現況是寺廟使用 在價值分析中 107年9月27日所召開的結論 建議方案就是兩個方案 會議上張昆政委員及劉淑英委員 建議是方案1不納入440-31地號 那這個是日據時期的測量圖 可以看到游標所指的部分 就是現在的觀音禪堂 那這是96年的地形圖 觀音禪堂游標所指這一處 那96年的航測影像圖這個地方 這是方案1、方案2 那在土地措權的意見方面 東河禪市意見摘要 希望古基能有出入口 保護古基的完整性 那台大方面呢 意見是國立台灣大學未來將會 會將古基納入規劃 新建物的設計也會配合 留社古基的出入口 請委員考量校方新建物與古基融合的方案 那國產署的意見 基於全責分工相符及專業職能分工 日後如果經指定登入文化資產的話 由登入的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進行管理而護 並依規定辦理土地博用 未來保存管理為護 依文資法的規定 文化資產經由所有全人管理維護 所以這部分建議由財產法人 台北市東和產市還有國產署 還有台大進項委員說明 那它的指定範圍的影響 現在財政部國產署所擁有的土地 現況為攤商開設領土地 然後提出了教育